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最後一個獎項 電視電影獎 入圍的有 電視電影獎 入圍的有 公視人生劇展 第一響槍 櫻傑多股份有限公司 公視新創短片 爆好人 薄力槍數位影像文化有限公司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貓的孩子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野雀之師 一顆星工作室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公司 財團法人公司 花時金鮮絕定 夏天的甘孟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我真的假裝了 我真的假裝了 不 不 對 得獎的是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貓的孩子 大家族之間的比較關係 在細膩的對話設計中 讓觀者深如其境且倍感壓力 充滿張力的敘事及角色表演 不斷刻畫出每個角色的壓力與無奈 當所有人的宣洩出口 都被擊到小孩跟媽媽身上後 尾聲殘忍的畫面卻更是讓人心痛 恭喜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貓的孩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是一出有五個不同主題 是一出同一個主題 但是不同故事的聚集 謝謝評審給了貓的孩子最高的肯定 但是我們其他四個故事 有媽媽的遙控器 茉莉的最後一天孔雀必須過動 也都非常的棒 那這套劇集不管在國內或國際平台 播出的時候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討論 在國外也是有引起非常大的討論 那一出戲能夠有這麼好的成果 是因為團隊裡每個人都不吝啬的付出 過程中其實沒有傳奇和英雄 只有眾志成城 那從四年前公事決定買下這套這本書 製作這出戲之後一路走來 很謝謝援助吳曉樂 他在那個觀眾席上 他不斷提醒我們做這出戲的初衷 那也謝謝節目部經理 于培華 對我的信任和支持 還有我們在說要做那個 唯科幻的時候他還是很支持我們 那謝謝六位編劇 解釋根 康征 千代 公儀 有竹之吟 非常精彩而大膽的改編的想法 也謝謝導演惠玲 他看到這麼棒的題材 即使是超支他還是要拍 然後身體狀況那麼不好他還是要拍 然後謝謝導演惠君 然後謝謝製片阿全找了這麼優秀的團隊 還有這麼棒的演員 那還要特別感謝任劳任怨打理大小事的CC 還有製作部製作了前導引爆 前導影片 然後引爆話題的阿正 還有最棒的公視宣傳團隊 包括公刑部的嘉敏 家軍 艷佑 契惠 姓儒 還有企劃部的娃娃 阿亥 心眉部的李洋 宇安 還有製作部的夥伴們 還有幕後花絮敏君 謝謝你們讓我一起學習和成長 大家辛苦了 然後最後我要謝謝我的家人 在我工作狀況很不好的時候 他們一直忍耐我的很壞的脾氣 謝謝 發現已經嚴重超時了 但是因為剛剛教哥說他會買單 所以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先說一個小故事 因為12 13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底薪15K的燈光助理 然後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 跟我媽媽在家裡看金鐘獎 然後媽媽問我說 阿全有一天你會上台領獎嗎 然後其實我就跟他說 我說應該不會 可是我說我如果努力的做努力的拍 哪一天我離開了 金鐘獎金馬獎應該會有放我的照片 我說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 所以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我可以站在台上裡講 然後感謝金鐘評審給予莫大的鼓勵 讓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可以拿到獎 事實上另外四部也都是我們的孩子都是最好的 謝謝吳小樂 謝謝孩子的編劇群 幕後所有工作人員及目前演員 製作人志余姐 還有將台劇推向國際的總作組 余培花經理 謝謝公共電視一直孵化這麼好的劇本 其實我是吃公共電視奶水長大的製片 我有點請商機在抖 不好意思 然後 然後 我第一次做製片就是十年前的那年雨不停國 特別感謝那年雨不停國三位製作人 洪天翔 土百風 吳建豪 還有第一次找我當製片的陳惠玲導演 若不是你們的堅持 我十年前就已經離開這一行了 謝謝時間軸及阿凱 阿榮宇業及貴哥 鮮明影視及張老闆 索爾特效及真正遊影 及哲明 還有我們的團隊永遠的天使 立榮宇業的美華姐 真的很感謝你們的支持及體諒 謝謝我的家人 從來都支持我做任何事 放縱我對做派片人的義無反顧 今天爸爸媽媽姐姐弟弟都有來現場 總算不是闖禍 總算是來看我領獎 然後其實 然後我的爺爺是金句大師周靈坤 今天他在天上看著我 相信他一定會感到傳承及驕傲 最後我要把這個獎 獻給製片組的所有成員 翼展 天平 Jimmy 明晚 柚子 大碗 新家 薑餅 糯米 你們片子也拍不好也拍不順的 觀眾永遠不會知道製片組有多辛苦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輕人跟人才可以加入製片組 最後我希望能為我們的文字工作者發聲 我們的編劇 希望大家能好好征型編劇 讓他們能達到應該有的酬勞及待遇 不要再壓榨他們欺負他們 編劇都吃不飽了 我們不會再有好的劇本了 感謝金鐘獎給我如此美好的夜晚 我會繼續努力地做好每一部作品 讓我們的故事能被國際看見 謝謝大家 謝謝頒獎人 恭喜得獎者 謝謝аци 我們要報道 還有 水 活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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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